近日,NBA官方推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非常有趣的内容,NBAJWAT的工作人员将本赛季联盟里,各个位置工资最高的球员做了一个分类,其中控球后卫中在本赛季年薪最高的球员是来自勇士队的史蒂夫库里,本赛季库里场均拿到26.3分5个篮板和6.24助攻的全能表现。 去年夏天他与勇士签订了一份为期五年价值2.01亿美元的合约,也刷新了NBA历史最高合同的单价。 得分后卫方面,火箭队的哈登以2830万美元的年薪位居榜首,说实话哈登在本赛季的表现远远超出了他合同里的数字,场均31分8.7次助攻的他带领火箭打出了队史最佳战绩,并且率领火箭长期位居联盟战绩榜首。 本赛季的他已经基本锁定了MVP的奖杯,小前锋这个位置上毫无疑问,由联盟第一人詹姆斯当选。 前年夏天骑士夺冠后,詹姆斯与骑士签订的是一份为期三年价值1亿美元的合约。 如果本赛季结束后,詹姆斯选择执行球员选项,他将在下赛季继续拿到3400万美元的薪水。 倘若跳出合同与骑士重新签订一份顶薪成约的话,詹姆斯甚至有望打破库里在去年夏天创造的记录。 大前锋这个位置上的球员略微有点尴尬,他就是去年夏天决金以三年9400万美元签下的米尔萨普。 本赛季至今米尔萨普因为伤病的原因只打了28场比赛,场均得到14.2分6.3个篮板的数据,只在冲击季后赛的绝金目前排在西部低九的位置。 如果本赛季不能打入季后赛,米尔萨普很有可能被打上高薪低萌的标签。 中锋方面最高的年薪由霍福德以2772美元独占凹头,目前联盟里有很多能力比霍福德出众的中锋如考新斯、恩比德和唐斯等人的机遇, 都不如霍福德,不过下赛季霍福德可能很难再占据这个位置的首富了。 教练方面毫无疑问,最高年薪被马斯教练波波维奇拿走。 这20年来,波波维奇不仅是马斯教练也是球队总裁,马斯在他的带领下已经连续20年打入了季后赛,虽然本赛季球队的统治遭到了动摇, 但目前依然保持着季后赛的希望,市值最高的球队由纽约尼克斯以33亿美元站在榜首的位置。 虽然尼克斯在今年已经连续5年无缘季后赛,但他们背靠纽约这个全球金融中心,即便球队战绩再如何的烂, 他们永远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不论洛杉矶怎么发展,和纽约比起来都要稍息一筹。 其中有一个比较搞笑的位置,被辉雄前锋帕森斯占据,伊恩在球场上的身份为饮水机管理员。 帕森斯自从与辉雄签订了一份4年9800万的顶薪之后就沦为高薪低能的代表,更是被打上了饮水机管理员的标签。 本赛季帕森斯为辉雄队打了34场比赛场均出战时9.2分钟拿到7.8分,也是2000万级别球员中为数不多的得分为上双的球员。 这份榜单出炉后也有不少人将帕森斯的迪迷,归咎到卡戴山小妹詹娜的身上。 自从帕森斯与詹娜传出绯闻之后,球场表现便已落千丈,从昔日市场球场的高富帅落落到如今的地步,詹娜的威力比起她的几个姐姐来毫不信息。 不知大家对这份排行榜单怎么看呢?你们看好下赛季又会出现哪些新的名字呢?欢迎各位到评论区留言讨论我。